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多科学股都是比较拖延的业绩 拖到中后段才发布的 今周就开始有多些企业 譬如腾讯 或者3690这些 到时都可以看看业绩能否提振到的港股 是的 还有提醒大家 来近星期二内地亦会公布三头马车数据 对来近内地的财政政策 或者经济政策都会有些启示 观众朋友 如果你对投资方面有问题 或者有心得上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是个别发展的 美国最新公布的生产物价指数 即PPI 增幅较预期强劲 显示通胀压力加大 三大指数都是低开的 道指期后由跌转升 一度升178点 收市升幅收窄到105点 收报35281点 升幅0.3% 标指和纳指收市都是向下 标指收市跌了0.1% 报4464点 纳指收市跌了0.7% 报13644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跌超过3% 欧洲股市亦要普遍向下 三大指数跌幅超过1% 招点美股 科技股普遍向下 Tesla和Meta跌幅超过1% 以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的收市普遍向下 阿里和腾讯收市都比本港低超过1% 阿里巴巴截合93.54 腾讯折合329.36 美团到133.3的水平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 折合62.71 建行、友邦和比亚迪 都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靠稳 升39点 最新报32,513点 所以综合指数未跌4点 识明普通股指数跌19点 而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最新未跌2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企 现在最新都要向下 跌近300点 恒指到18,800点以下 稍后开完市对完盘 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现在和朱sir谈谈外围的情况 上星期五 美国公布7月份的PPI 按年上升0.8% 市场原本预期上升0.7% 核心PPI 按年上升2.4% 市场预期上升2.3% 两个数据都是大过市场预期 令通胀压力升温 美银就说到 联储局9月议息会议 相信会按兵不动 但估计联储局到11月会恢复加息 将联邦基金利率调高到5.5厘 美股星期五早段要跌 企后各别发展 另外10年期的长债息 升穿4.1厘关口 星期就看着议息会议记录和零售销售数据 朱sir 你现在怎样判断11月加息的机率呢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还有如果真的停了一次后恢复加息 会不会到美股后市带来很大压力呢 首先我觉得在加息幻言 如果是11月的角度 仍然是一半一半的 因为我们建基于近期的CPI 或者是核心CPI的角度 这个降幅仍然是符合了 所谓的trend或者趋势 再加上在核心CPI的角度 其实暂时还未有一个 所谓死灰复燃的一个迹象 我觉得其实如果要令到联储局 加息我觉得是最大的契机在哪里呢 就可能要由连续几个月 包括9月11月甚至11月头 我们看到诸多的数据 包括了第一在核心CPI那里 是刚才也说过 就是由没有死灰复燃 到如果熬了三个月 可能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的 万一就是说 因为现在的核心CPI 其实顺利地押到5%以下 所以我们就是说一个不吉祥的 所谓的趋势 就是由5%以下就返回上去 无论是按照同比或者特别环比的角度 每一个月是0.1至0.2地返回上去 联储局基本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一定会发愕了 变成大家如果不想看太多的 所谓的资讯或者讯息 因为有很多分支的所谓的数据 比如说刚才也有个PPI 有稍微高于市场的怨气 还有那些譬如失业率 或者飞龙制数据这些 其实在未来三个月 各自都会占了一定的权重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是最精简的去分析 每一个权重都不及核心CPI 是来得这么直观的 我亦相信联储局决定的 近乎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以下这个判断 到时看看是否正确 而我亦都会觉得是承接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加息万一 他11月又要加的话 其实对于市场的压力大不大呢 坦白说我相信是会有一定的压力 当然有一定的压力的前提 有时候你知道股市很强烈 就是说你出一件事 究竟你出那件事之前那一刻 他有没有偷步地反映了 就是我打个比喻 他说最近在理想汽车公布的业绩 其实没有人敢说不好的 你这样也说不好 那你想怎样 ok 即是说一个浪跌 是由很多年都是负数的 是变成一个颇大颇大的证数 甚至就是说你很简单 用一些线性数学计 就是说如果你就算是这样的数 你每一季都做到这个数 其实你现在的股价 都不是特别贵的 那别人已经做到好到这样了 那别人的心里跌 当然是跌下去了 那当然我们经常都怨 就是说当然跌的 你香港是不是也跌的 就是除了这个人都会说 这个因素以外 是不是一个百搭的 这个是好像网诈那样 或者是八搭牌 是 除了这个八搭牌 就是等于说完都会 不要说的这个因素之外 其实最重要是它的阴谋论 为什么它要跌呢 因为很简单 它是销售的 就是说美股如果在11月 就是如果是要加息的前值 它只要是有所反弹 或者它是平了 在现在的价位 没有怎么回的话 其实它加息之后 我相信回头压力 会进一步加深的 坦白说 因为我们就是说 其实在美股 我特别升到14,000多的时候 我也是鼓励投资者 就是减绑的 老实说下面就鼓励加货 上面去到14,000多 就鼓励减绑 减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长华短说 第一是人都会说估值高 第二就是其实 在去年美股有一段时间的妖弱 或者下跌 或者特别是作一些科技股 就是上加的借口 就是告诉你 无风险的 是所谓十年期国债 它的利率都去到太高了 所以它作你的科技股 去就回十年期国债的 那个股值 它天经地义 上年的论调是这样的 但是它所谓 当时的利率高 它都没有去过4厘 但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的息率 已经是常常都 在3厘9厘 4厘 甚至现在已经4厘1厘 流上了 但是问题是 股份浪了高位出来 其实是远高过今年年初的价位 或者远高过去年的年底的价位 今天形成了就是 为什么你这么有趣 你去年就由十年期国债 用来做借口 为什么你现在又不用呢 这个OK 所以我觉得 其实它的反弹 或者是回升 可能也是有一些 业绩的含量 或者是 确认GPT 那些因素 去推高它 那这些因素 已经favor了它 已经通过股价太低 还了 好像报恩那样 还给你了 还完之后 如果十年期国债继续谷上去的话 别人在还原报恩之后 别人就会很公正对待这件事 什么是很公正对待这件事 就是息率继续高的话 sorry了 我要把股票放回去 你到时不要怪我 就是Mr.Marker会这样跟你说 OK 那变成在这样的角度 最后我强调 如果再加多 其实你要记住 其实我觉得 息率是一定有它的终极市场 承受不了临界点的 就是你温度而已 我们有个温水煮蛙 可能你把水 加到35度 36度 37度 你每加的表面都没问题 最后你一定会有个 临界点的温度 你加多一度 那只蛙就会死的了 OK 这样的比喻 其实是放在股市一样的 你的利率 没理由就是说 我加你0.25 你不死吗 我又加你0.25 它一定会有个临界点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临界点 其实也差不多了 市场可以承受到的 再加的利率 恐怕不是太多了 OK 那变成是由现在的价位 开始 它真的每加0.25 我相信 对于实体的经济 以及股票的压力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 那最后再重新 除非市场那么 smart 就是据据到它加息前值 我打个比喻 由现在的价位 在说纳指 它再跌多千点 如果它是这样 那么悲壮地走的话 反而它落实了加息 它就倒反过去 那一刻就不太跌了 因为它要偷布地 价值 所以很关键 就是说客观不理 价格高低 对市场有没有压力 理论上是会很大机会有压力的 其实11月会再加息 高盛最新的股 其实今年全年都不再加息 还有明年其实很快 第二季就会开始减息 所以大家都继续看着数据去走 现在都没有一个 即是市场很大的共识 好 我们看看上星期港股的走势 稍后和朱sir谈谈 预计今早会跌 那就看看去到哪个位置有支持 我开个图给大家看看 恒生指数 连跌两个星期 上星期五 高开71点之后 升幅一度扩大到98点 不过之后就是升转跌 最多跌198点 低位仍然守在190点上 收市跌173点 收报19075点 全星期计算 恒指跌了2% 科指收市跌104点 报4273点 博指跌87点 收报6540点 大市全日成交965亿 好 看看北水上星期五的本路 连续第二日陆德正流入 金额是71亿8千万 主要是吸纳ETF 盈富基金和恒生国志ETF 分别录得20亿6千万 和8亿6千万的北水正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股ETF3033 都有3亿元的北水正流入 看看正流出 李宁2331有7千万的北水正流出 我们谈港股走势之前 谈谈内地新增贷款的数据 人民银行在星期五中港股市收市后公布 7月份的新增贷款 金额是3459亿 市场原本预期的增幅是7800亿 即最新的数字 不及市场预期一半 6月份的数据是310500万 即按月出现大幅度的回落 社会融资的规模增量是5282亿 亦未及预期 市场预期是1万1千亿 未及预期的一半 亦最新的社会融资规模总量 是创了7年 即是2016年7月以来最少 看看分项 住宅贷款的增幅是减少的 但企业贷款仍然有增长 朱浅你如何分析最新的新增贷款数据呢? 是否进一步显示到内地的经济情况 是否非常严峻? 确实来说 这个数据的确实是非常不佳的 即是不好的 不好的角度 是用几个出发点就可以看到的 首先 在客观而言 不是帮数据说好话 唯一一句所谓好话是什么呢? 就是7月本身来说是淡季 7月是淡季 即是传统贷款淡季 大家先有了sense 但是它淡季得来 又如何是非常不好的 从两个角度去分析 第一 环比这个角度跌得太夸张 因为我们说的是7月 对上一个月6月 说的是几万亿的 你单一个月就算是淡季 也好 你没有理由变化得那么大 你说抢季度的贷款 什么都好 你不应该环比 由几万亿 是几万亿 是五千亿的 对吧 这是第一个不好的设入点 第二个不好的设入点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明白市场的预期 是预期是一万亿的 是 对于你预测 譬如说 好像CPI那样 打个比喻 你没有预测 譬如说 是CPI增长2的 它最后变负数 是 就是你没有理由 就是统计的误差 那么差劣 是 现在不是找个小学生去做统计 那些是很愿意 给得出统计的 是吧 都是游戏支持 这个 就是说了我觉得 也要有点面子 对不对 那你的误差是那么厉害呢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数据真的很严峻 OK